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后和皇上 太后和皇上有何吩咐 我没有话说 是皇上要见你 皇上 五粮府是我身边的奴才 内务府要调他走 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 内务府全是这等杂事 不敢一一烦扰皇上 五粮府是我脚上一只鞋 你们想罢了他 也该问问我答应不答应 请皇上恕罪 老臣有几句话想冒昧的讲出来 讲 我正要问你 把我身边的人弄走 道理何在 说出来听听 皇上 皇上 依照后宫的规矩 皇上有了宠幸的举止 某年某月 某日某时 某地某人 一律要有细致周全的记录 这件事应由贴身的太监来做 无良府当作未作 理应有所惩处 此乃其一 失了记录 后宫便失了秩序 皇上尽管有所幸 有所疑 可受幸者却无所踪 无所本 花树子的有孕之身 便成了无正之身 日后得子得女 一旦因无正而入不了皇室蝶普 侍龙不得成龙 侍奉也难以成奉 如此畏惧 全是源自无良府的独职 断无不加乘处之礼 此乃其二 别说 让所大人把话说完呢 谍谱的事情 以后再说 最要紧的 就是把孩子保下来 以所大人的意思 这来路不明的野种 保他会 皇上 要什么平征 我就是平征 谁说入不了蝶普 我让谁入蝶普 谁就入蝶普 花树子生不了龙凤 生个野蜀 生个麻雀 我照亮让他入蝶普 我 冯林 皇上 蝶普上的既出既入 遵的都是祖上的规矩 这即便内务府可以不吭声 宗人府断然不会马虎行事的 为了皇室血统的清洁 为了皇室血统的清洁 你该派个人 戴上纸墨笔 我上哪个床 他上哪个床 我钻哪个被窝 他钻哪个被窝 要是你们还不放心 你们 怕失了记录的话 你自己来吧 我准了 这 这 这 太后 我 无良府以前在什么地方 以后还在什么地方 我不赶他走 你们谁也不许赶他走 皇树子的事 内府别管了 如果硬是有人要问 何时何地之类的蠢话 索大人替我告诉他 时辰 是在三根本业 地方吗 是在昆宁宫前院的景点下 近乎天大的事情 皇上何以 如此以玩笑使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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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脚踩的地方不一样 那凭说事情的大小 这辈子就会争个没完了 你想想看 一个人要是踩在云彩上 那这么大的事情 就是天大的事情 要是掉到了井底下 那天大的事情 也就井口那么大了 索大人 臣在 就按皇上说的去办吧 主 奴才 是主子脚上的靴子 甭管多破 甭管多脏 已经穿惯了 硬是给扒下来 不管奴才 受得了受不了 这主子 说不定就不会走道了 太后 圣明 所大人 去帮我叮嘱赵太医 就说花束子保胎的事情 交给她了 让她精心的点 朱 苏大人 奴才给您请安了 你苏大人 苏大人 奴才想给您擦擦靴子 你把她叫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当着我的面 数了她 她太过分 那你是为了让她难堪 还是让我难堪 额娘 还是没这个意思 索尼是三朝老臣 对你们爱心觉罗 忠心耿耿 做了数不清 别人做不来的善事 连你的祖辈父辈 都念着她的好 一直对她客客气气的 怎么 到了你这儿 就说不来话了 既然忠心耿耿 就用不着义老妹了 我自己的事情 用不着她说三道四 她是内务府的总管 她不管谁管 怎么 你想让她 跟鬼心眼的奴才似的 事事处处都顺着你啊 把吴良府调开 那是我答应的 你要是不愿意就随你 但是你务必给我记住 吴良府 不过是专门来伺候你 吃喝拉撒睡的 他就是跟你贴了心 你得睁一只眼 别让她知道太多的事情 更不能让她 掺和你的正经事 还要明白 您让我睁着一只眼 可是 您也得睁着一只眼 你没有资格来教训我 可是谁都可以来教训我 三朝老臣 几朝老臣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为什么谁都可以来教训我 因为你贵为天子 可是你没有头脑 不按时事 茶凉了 没有头脑 到家了 老婆子 别再喂他们了 不喂他们 你给我下蛋呢 不用他们下蛋了 让咱闺女给咱下蛋了 喝 你就知道喝 咱闺女要是下了蛋呢 皇上还留着吵着吃呢 轮不上你 谁说轮不上 这回就轮上了 这是什么呀 路过神医呢 顺便抓到服药 又让人家给哄骗了不是 没病没灾的 你抓药干嘛使啊 宝胎 你说什么 宝胎 这回咱闺女可真要给咱下蛋了 给谁下蛋呢 拿来 你给我炒俩菜 我呀好好再喝两口 我问你呢 咱闺女给谁下蛋呢 皇上 皇上 咱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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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怀上了 狗日咱都算怀上了 我怀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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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什么人 站住 什么人 老丈人 你放开我 有种把我脚脖子也捆起来 让我侯朝下就骗皇上 怎么回事 杰饼恶朔将军 抓住个闹事的酒鬼 他怎么了 满嘴胡说八道 冒充天王老子 闭嘴 你 找废话 我说 你敢 赶紧让你人把我碰了 你要是让我姑爷看见了 你们谁都活不了 他要真是酒鬼 就把他赶走 赶得远一点 省得拉回去 还得给他醒酒 耽误事了 不耽误 我说 只要你让我咕噜 别的事就不用你管了 一点都不耽误 住嘴 本来没想抓他 这老东西 硬是往大门里闯 刚才 他说谁是他的姑爷 他说是皇上 皇上 信口慈黄 他硬说是皇上的老丈人 太子的外祖父 还说皇太后是他的亲家母 笑什么笑 笑什么好笑的 你 我告诉你们 有你们哭的时候 到时候 我看谁不睡眼 我 我 我就逮了谁 我就逮了你 恶水将渝 是不是肩本来压下去 拉回去收审 折 给花树子保胎的事 务必精心 是 保住保不住 自有天命 放心 配药和煎药的人可靠吗 他们都是在太医院跟了我多年的 不会有半点差池 要多长几只眼睛 是 两只不够用啊 在下明白 有些话我就无需多说了 心里有数就行了 你怎么了 下官在宫中多年也见过些市民 可这一回 不用怕 就算有人容不得这个胎儿 可太后比皇上还上心 出不了事的 大人 护军副都统鄂朔将军 请您过去一下 什么事啊 护军在行宫大门口 抓着一个撒酒疯的老头 哼 这种事还用找我 去 那老头他自己说 他是 花树子的父亲 安巴度 你说你看着谁不顺眼就宰了谁 你看着谁不顺眼 你想宰谁啊 说实话 除了我闺女 这世上 没一个我看着顺眼的 好着谁也算谁 你不老老实实的在地里给皇上种花 你跑到这儿 行宫里干什么来了 见皇上 我就是想见见皇上 你别动我就想见见皇上 你想啊 连我种的花都能见见皇上 我总比那花底下的马蹄长强吧 再说了 我连闺女都给皇上了 我还不能见见皇上吗 你就想带着这把刀见皇上吗 那是 刀 什么刀 刀 苏大人 既然问不出什么正经话来 我看就等得酒醒了再神吧 这种贱人 醒了酒就没实话 安巴度 你身藏任气私闯进宫 逼召大清律 你知道该当何罪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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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要紧 那 上马马 我看看 醒 潜太医 不用 用嘴含含就好了 管用吧 嗯 你看 没事了 小时候经常这样的 要是还止不住啊 就往伤口上 撒一把香灰 香灰 父亲教我们的 用稻草灰也行 血又渗出来了 不要紧的 再吸一会儿就好了 皇上 你的血是甜的 皇上又说怪话了 血明明是新的 那是别人的血 你的血 是甜的 皇上 你是可怜我呢 还是真的喜欢我 不仅是甜的 还有一股 说不出的香气 人家扎了手 皇上倒巴不得了 我倒巴不得 扎了自己的手 跟你腾在一处 真的 拿着 不给 给不给 就不给 你给不给 给不给 不给吗 不给 你给 怎么了 扎哪了 都赖我都赖我 你敢骗我 你敢骗我 没有 没有 你敢骗我 当心 孩子 以前一向不在意 你的眼睛长得真好看 皇上 奴才刚才说的话 您听见了吗 说什么了 孩子 孩子吗 不是 那是什么 皇上您待我这么好 是可怜奴才 还是你真的喜欢我 你说呢 我不知道 白干了这么多年了 真的不知道 我喜欢听话的人 听话的人 谁听话我喜欢谁 有的人也听话 没有人比他更听话的了 谁 无良府 他敢不听话 奴才也是一样 不敢不听话 你跟他不一样 他是什么 一条会说话的狗 你呢 一条会干活的狗啊 你看你看 何苦呢 都是奴才 听话谁不会 手脚都利索点 各帐子都等着熏悟呢 快点谢 遮 真是的 少一句话都不行 爹 爹 过来过来 干什么呀 你过来呀 真是的 什么事啊 这边说 这边说 我喜欢听话的人 尤其喜欢听话的女人 顺从的女人 这有什么错吗 皇上没错 奴才以后加倍听话就是了 别坐了 娘娘派下来的活 奴才不做 谁做 这些下劲的事 这些伺候人的活 以后用不着你来劳累手脚 奴才是天生的贱命 不做这些 做什么 行了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你放心 再也不会有人赶你出宫了 册封的事 回了宫我就让他们办 中共爱怎么想怎么想 不过 罗娘心里怎么打算的 我真的不清楚 我根本没想这些事 再说 您何必为了一个奴才 让太后为难呢 有什么可为难的 他们都在为难你 你到天气起他们来了 只要皇上是真的喜欢我 让我待在您身边 一辈子伺候你 照顾你 照顾你 奴才就知足了 花树子他爹喝醉了撒酒疯 让恶东童给抓起来了 哪个爹 他就一个爹 就那种花的那个 那罪鬼 对 活该 爹 我这 人家的爹让人抓起来 又不是你爹让人抓起来 你急什么呀 我没急 我就是想早点告诉花树子呗 人家的事你倒是挺上心 你是谁的儿子呀 我是您的儿子 我变成骨头渣 我都是您的儿子 我就认了您这一个爹 好 那 别人的闲事你就甭管 回去干活去 爹 您听我说 那老爷子喝醉了 醉得深呢 且醒不了呢 我怕 他胡说八道 那索大人审人审得又狠 他万一审出点毛病来 你等等 你说谁 谁审他 索尼 索大人 你看见了 哪用看呀 离着护军营老远就听见了 那里边嗷嗷直叫呢 对呀 就跟上回 上回找锥子那回差不多 我向你发誓 即便封不成妃子 也一定要封为贵人 我不光要封你 还要封你的家人 让他们过上体面的日子 有人不是嫌你身世下贱吗 我倒要让他们看看 下贱的人是怎么一步登天 尽想人间富贵的 我 我要让你高兴 皇上 告诉我 你父母想要什么 不管什么条件 我今天都答应你 说吧 奴才知足了 奴才 奴才什么都不要 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 我不会亏待你的 皇上 皇上 进来吧 皇上 要来了 跟哪 跟哪 喳 要是温的 您赶早喝吧 谢谢吴公公 吴宁府 奴才在 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 只是 有点小事 说 皇上 要不您跟奴才出去 看一样东西 搞什么名字 皇上 去去去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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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恕罪啊 奴才没东西要给皇上看 是有要事向皇上您禀报 混账 有什么不能在里面说 非得出来说 奴才不敢当着花束子说 怕他担惊瘦怕 身子骨经不住 更怕伤了他的胎气 讲 出什么事 花束子他爹 让索尼大人 给抓起来了 你刚才说什么 花束子他爹 就是南原花库的私库 安巴杜老人家 让索尼大人 给抓起来了 哦 是吗 想当初 你把花束子送进宫来 怀了多少念想啊 不是我送进来的 是宫里的人 到我在花室上买花 看我归得漂亮 就给点了宝了 其实啊 一开始孩子娘 还有点不乐意的 乡亲们也说了 这么漂亮的归女 送到宫里边去 十年八年也碰不着个男人 还不如啊 直接送到宫湖去 放肆 都是他们编着说瞎话的 别当别人 闭上嘴巴 就是吧 孩子他娘也窩子舔 其实啊 我早就看出今天这一步了 把天底下的男人都绑在一块儿 也比不上自己成这一个男人 不是吧 不要心口 胡说 谁说十年八年碰不着 这不眨不眼的工夫 就让我归女给碰上了吗 只要他一碰上 他就跑不了 真看不出来啊 一个酒鬼竟然有如此周全的远见 哪有啥远见的 其实啊 早些年我在棋盘街 给我姑娘算过一个话 哦 华师怎么说呀 你起开你 起开你 华师说呀 我归着 是娘家的命 走 其实啊 我也让华师算过一卦 什么升官啊 发财啊 三七六七 这个 长命百岁 我的好事 过了去了 可是我等了这么些年 愣是一件没碰上 哎呦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命里的好事啊 都在我归着神圣着 给掏出来了 从今往后啊 我除了喝个酒 高个性 其他呀 就没有再让我操心的事了 只要我姑娘肚子里怀上了 我就什么都有了 你说是不是 这些 是你算计出来的 还是你女儿算计出来的 哎呦 我能算计什么呀 我就是知道怎么勾引男人 也不能手把手交不是吧 我闺女那是什么人的 哎呦 聪明 漂亮 厚道 勤快 哎呦 娘们是这些好啊 在他身上都占全了 你说皇上要是看不上他呀 那就是走了眼了 哎呦 马逗 不许你用这种口气指摘皇上 恶毒手 哥以前我不敢 现在我干嘛不敢说呀 我和皇上现在不是外人 蠢货 这就是你给花树子送来的宝胎妖 哎呀 神医可有交代啊 这东西啊 哎呀 你要把它吃下去 那胎呀 你甭说你能能掉得了 哎 你就是关跟口 这把势 那他也甩不下来 人得道 鸡犬升天 我就看不惯这些贱人 没深没浅的嘴脸 该成处的不成处 这种人日后一旦得势 还不知道该怎么胡作非为呢 是 我说二位大人 你应该是说我呢 把他压下去 走 走 走 哎呀 你等等 快走 哎 哎 我说 你要把我弄哪去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还说了半天你没明白啊 我就是想见见皇上 见不着皇上 见我闺女也行啊 皇上 这过了样子 我跟你非法呀 你别拉我 你别拉我 我就是要见皇上 我要见皇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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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来 你跪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哪位是安巴多 平身吧 谢皇上 祖大人 臣在 你指给我看 哪位是安巴多 此人便是 抬起头来吧 皇上让你抬起头来 吴梁府 怒才在 辙 宣旨 安巴多 接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安巴多之女 花束的入宫累日 勤尽千柔 忍辱缘合 寡征少愿 身得赈意 你封为贵人 以示赈心 策封仪 日后龙制 念安巴多 家境亭寒 玉女有德 即日起 特封其为 南苑行宫猎场 巡防官 使 欺贫五官之俸禄 并赐高宅一所 良田五十亩 亲此 灵致备安 快点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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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保不了你这大恩大德 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下辈子还给你当牛做马 奴才全家都是你使唤的畜生 你想杀想滑 你骗了 皇上 你就是天下的神仙 人间的谱子 你是大清朝的小祖宗 你是我安巴多诞生父母 皇上 无人府 奴才才 把他给我 亲爹 我带下去 亲爹 随便两个四五山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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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你出去吧 快走吧 行了 行了 听我问一下皇上 上午饭有种吗 再听我问一下皇上 那无知无地 是水天 还是汉天 平身吧 谢 是王上 你明明知道他是谁 却要把他抓起来 喝多了酒 私闯护军的岗哨 按军律 必须抓起来 不管他是谁 你既然知道他是谁 又抓了人 应该早些禀报 臣正准备审完之后 马上向皇上禀报 抓了审了 该丢的脸都丢尽了 所大人 知足了吧 经微臣详查 安巴度此人品行卑劣 经常酗酒闹事 且目无尊卑 动辄出言不逊 话数字为之蒙羞 实属无奈 倘若不能严加管束 这种人会仗势胡为 日后为之蒙羞的 绝不只是安巴度女儿 一个人哪 皇上 你说他 仗势胡为是什么意思 他仗了谁的事 就算安巴度 构杖人事 以索尼 杖六是谁的事 启离皇上 人是我抓的 与所大人无关 我恶朔身为护军都统 有负胜旺 臣愚钝无知 在细微之处 料事不周 恳请皇上 依罪则罚 我早就想罚你了 让你们清理猎成的马道 把路边 碍事的树叉一并清楚 还是给我留下了隐患 花树子怎么落的马 是谁的过失 你们谁告诉我 臣之罪 今天不是个坏日子 我也不想跟谁过不去 何叔 臣在 你既然请了罪 我就成全了 皇上 罚区六月奉路 免督统职 留任护军左领 由兵部进入三案 臣 领旨 喜恩 言泪将军 啊 快过去 快起来 快起来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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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去 来 跳起来 你们都下去吧 给 额娘 孩儿给您请安了 儿子 回来了 额娘 您给瞧瞧 这匹马怎么样 玉马 今次受恋 我拿了状元 皇上赏我的 皇上先许了院 后来皇上又舍不得了 是我跑去跟他要 他才假装想起来 人家出尔反尔又不是头一次了 也难得跟你大放一回 儿子 打猎 热闹吗 热闹 额娘 这次您要是去观猎就好了 我还观猎呢 躲还来不及呢 哎 额娘老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 真像图个亲戚 出去透透气多好了 整天待在这院子里 人都要发霉了 发什么霉呀 我待在这儿挺舒坦的 比在宫里强板 来 老娘您坐 去了那么多宗室子弟 打猎的风头 怎么就让你给得了呢 平日苦练齐舍 这回总算得了报偿 看你年纪小 皇兄们都让着你吧 是我自己争来的 他们都夸我 使功使得好 弓箭使得再好 又有什么用 男人要是没有智谋 大不了是一件武服 成不了伤 猎场上的禽兽 比人还滑头 要是没有智谋 照样对付不了他们 要是不给你用武之地 只在猎场上消磨时光 你也知足 额娘又提这些事情 知足不知足 有什么两样 事情又不是 我能定得了的 那匹马他不给你 你硬跟他要 他不也就给你了吗 一匹马还有什么 大不了的 你知道就好啊 一匹马而已 即便是他赏给你的 你也用不着这么 轻高采烈的样子 你不是小孩子了 给你一截干着头 你就嚷嚷着甜 没那么便宜 他欠你的还多着呢 额娘 你总说这些话 有什么用啊 额娘 您歇着吧 我去印马 儿子 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 让下人们去吧 我不放心 额 想跟爱新觉罗和博尔纪基特攀亲 那得过十八道筛子 这是不可能的 太后一开始没答应 后来知道花树子有了身孕 你说什么 花树子怀上皇上的孩子了 在皇后的眼皮底下 这下可热闹了 我去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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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 开